感谢主带领我们继续来分享 所罗门与南北朝的王 我们要来开始研讨 北朝的九个朝代 总共有十九个王 刚好第四个朝代有四个王 第五个朝代有五个王 那第一个朝代两个王 第二个朝代两个王 第三个朝代一个王 第六个朝代一个王 第七个朝代两个王 第八个朝代一个王 第九个朝代一个王 这个就是我们在 查考当中稍微做一个整理 把他们印在脑海当中 那这样我们对北朝的十九个王 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 然后才一一来探讨 每一个国王在他们的任期内 也就是他们的掌权当中 掌握有政权 他们是怎么面对 他们所拜的神 他们是怎么跟先知济师三合一 引导百姓归向神 复兴建立他们的信仰 那我们来看北朝的第一个朝代 耶罗坡安 还有他的孩子拿达 我们请看类王记上十一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类王记上十一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这三节当中 我们来简单介绍 了解耶罗坡安的家庭背景 二十六节 所罗门的陈普尼巴的儿子耶罗坡安 也举手攻击王 他是以法联支派的洗礼达人 他母亲是个寡妇 名叫席鲁阿 二十七节 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 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 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 二十八 耶罗坡安是大有才能的人 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 就派他监管约浙家的一切功臣 第一个 我们照理来讲 以色列要当王 一定要是要犹大支派的 所以第一个国王就不对了 第一个国王是扫罗王 他是遍雅宁支派 从创世纪四十九章 雅各祝福他四个孩子当中的犹大 他是王 他的爸爸祝福他 这个支派 犹大支派 要成为王的支派 所以不管是大卫还有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从肉体上来讲他是犹大支派的 所以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或是在圣经的一个救恩的脉络里面 这个是不会偏的 不偏左右 那我们发现说在南北朝是在统一王朝的时候 因为当初以色列是没有国王的 是要把插 要把插 说跟撒姆尔建议 而且是强烈的建议 所以撒姆尔其实刚开始不答应 但是他去求问神 神说没有关系 他们是厌弃 我不是厌弃你 撒姆尔 但是你要跟他们说清楚 讲明白 以后立王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所以撒姆尔跟他们说明之后 他们还是执意 执意 要立王 所以就立了扫罗王 因为扫罗王身材高大 高出一般人的一个头 这个就是人的看法 人就是要那种 有派头的 有外在的 有条件的 大概是这样 尤其是要当一国之君 所以神也是很清楚 百姓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厌弃神 这就是神跟撒姆尔讲的 他已经厌弃我了 不喜欢神 不然他们以前在 世事时代 他们出去打仗 都是靠约会 约会就是神降临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 虽然没有国王 可是他们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 都有神同在 那就是一两次失败 战败了 所以他们慢慢对这个约会 失去了信心 其实约会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 神降临的一个地方 因为看不到 你说神降临在约会里面 看得到吗 也看不到 而且事实告诉他们 台约会出去打仗 不一定会打圣仗 所以他们后来才说 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有国王带军队出去打仗 因为看得到 这样才安心 所以后来才会有变雅民之派 扫罗为王 那从第二任 大卫那就是犹大之派了 那扫罗门更不用讲 也是犹大之派 可是现在分为南北朝 那北朝的第一个国王 就是耶罗普安 所以圣经在这里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 其实三节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重点 也表示说你透过这三节 你大概对 北朝的第一个国王 耶罗普安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做什么 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第一个背景 他是以法联支派的 也就是说 他应该没有资格当往的那一个人 他没有资格 那既然没有资格 神为什么选中他 为什么厌重他 这个就是特例 特例 所以如果今天 耶罗普安很清楚这一点的话 他会很珍惜 很珍惜神给他这一份 这一份职份 就是国王 国王这个职份 所以神透过亚西亚先知告诉他 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么说 我们来看 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38节 你若听从我 一切所吩咐你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力 诫命 向我仆人大卫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人 赐给你 就这里 这一段很重要的 这个是当时 亚西亚 高立他为王的时候 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 那这个跟我们要来对照 十一章二十六节 他是以法联支派的 他本来是没有资格当王的 现在有资格 就是神特例 所以如果 今天我们在看历史 这个就是历史 那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 发现说 如果 我今天我是耶罗婆湾 那 那个神透过先知告诉我 38节这一段 然后我又知道 我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我是属于哪一个支派 我本不应该当王的那个支派 可是今天神要我当王 那你应该是痛哭流涕 感动不已 结果 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先说明 耶罗婆湾他当王之前 第二个背景 他母亲是寡妇 所以 耶罗婆湾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耶罗婆湾 他是单亲家庭长 这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因为他妈妈是寡妇 第三个 28节 他是大有才能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很有内涵的人 第四个 他是所罗门肯定的一个人 也就是当时的国王是肯定他的 所以这里讲 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 肯定他 被国王肯定的人 那后来神也肯定了耶罗婆湾 所以后来 耶罗婆湾也当了北朝的国王 所以耶罗婆湾 基本上他受到人跟神的肯定 这是我们要有个概念 我们对我们今天既然要一一的探讨 这39个王 包括所罗门40个王 你要对每一个国王很清晰的在你脑海中 这样查考之后你再回来读圣经 你会很清晰 不然会乱掉 会乱掉 这个就是我们对北朝第一个国王的认知 第五个 他说 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 殷勤包括负责任 忠心负责 所以耶罗婆湾本身 这个人他是忠于主人 做事负责的 第六个 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 这是大的工程 这个就是做大事 所以所罗门肯定耶罗婆湾 一开始他就在国家里面负责重责大任 那你就可以想象 这三节26到28这个三节 你就大概知道 对所罗门有一个概念 虽然他已经死得很久了 我们没有看过他 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们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我们透过文字的一个叙述 短短的几个字 你大概对北朝第一个国王耶罗婆湾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我至少提出刚才讲的六点 这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六个 那因为受到神的肯定 所以神既然跟所罗门 我们昨天讲过了 11章第8节以下 昨天我们讲过了 神已经跟所罗门讲 你死后 我要把政权一大部分分给你的 你的臣子 就是你的官员 只是神没有告诉所罗门是耶罗婆湾 可是我们看到 11章29节就知道 就是耶罗婆湾 所以神是肯定他的 肯定耶罗婆湾 那因为肯定他 所以神透过 神跟所罗门讲完了之后 接着下来就是派先知去高立耶罗婆湾为王 那在高立耶罗婆湾为王的时候 当然先知用一个演戏的方式 用一个演戏的方式 我们自己看 这个我不要再详细说了 一件衣服撕成12片 拿10片给耶罗婆湾 然后告诉他 31节 11章30节中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将国就是政权 从所罗门手里奪毁 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见面 初次见面 先知跟耶罗婆湾初次见面 先知就用这种 用表演式的 然后告诉他 你将要得到政权 六分之五的政权 六分之五 那当先知告诉耶罗婆湾的时候 我顺带 跟他讲了一些 为什么今天你拥有这个机会 你今天为什么有机会当王 好我们来看 当时先知怎么告诉耶罗婆湾 你为什么有机会 你不应该有机会 你不是犹大支派 你不能当王 可是你今天为什么可以有机会 32节 我因仆人大卫和 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所拣选的耶路撒能成的缘故 能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将所罗门的政权 全部夺来给你 为什么留一点点给他 因为这是我跟大卫立约的 就是跟所罗门的爸爸立约 所以我不能毁约 我是神 我是信实的神 所以不能毁约 再来33节 这个就是我刚才要讲的 先知当时在跟耶罗婆湾讲得很清楚 今天为什么你有机会当王 33节 一位所罗门离弃我 敬拜希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摩押的神 基摩汉 雅门人的神 米勒公 没有遵守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个是跟十一章的第四节讲的是一样的 将遵守我 看为正的事 守我的律律典章 像他父亲大卫一样 也就是说他没有遵守我的吩咐 34节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 使他终身为君 是因我所卷选的仆人 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利利 这个是神透过先知一代的跟耶罗婆湾说明 说明 你现在还没有登基 我现在跟你说明 为什么你有机会当国王 那你有机会当国王 为什么不是全部的政权 留一点点的政权给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没有全部给你 这个就是当时耶罗婆湾 那个亚西亚跟耶罗婆湾 一直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这个原因在哪里 那为什么要这么啰哩啰嗦 你看从刚才一直念到现在 啰哩啰嗦 神位有时候对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看圣经有时候说 这不是记过了 那个不是有写吗 那边不是有说了吗 怎么又再说再提到呢 因为这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才讲三次 很重要要讲恩赐 不是三次 要讲恩赐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 这个亚西亚不断的重复 这个重点 重复这个重点 你为什么有机会当国王 为什么只有 你会留一点点政权交给大卫的子孙 没有全部给你 这是 再来第三个 三十六节 我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 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 在我面前 常有灯光 这是先知跟耶路撒冷解释的 因为我跟大卫有约 神在透过先知跟耶路撒冷讲说 因为我跟大卫有约 那大卫已经死掉了 那不能因为他死掉了 然后我就改变我跟他立约的内容 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永远为王 大卫的子孙最后指向谁 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的耶稣还是万王之王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就从这里看得出来 所以因为神要在耶路撒冷面前 表达我是信实的神 所以我不能毁约 所以今天你没有得到完整的政权 是因为这个缘故 再来38节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刚才讲 你好好的当王 你要跟大卫一样 跟大卫一样 大卫就是听我 所以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虽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跳出两个东西 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 马上跳出两个 第一个大卫借刀杀人 第二个抢夺人家的太太 这如果在十戒里面他犯了两戒 十戒里面他犯了两戒 如果我们今天来讲 早就被教会除名了 可是圣经说没有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有诞书 刀剑永不离大卫的家 所以从拿单先知跟他告诉这件事情 提醒他 他明白知错认错改错 那神就透过先知说 刀剑永不离离开你的家 所以大卫从那一刻开始 他的家不断有患烂 一直当他死掉 一直当他死掉 所以这就是他的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有些人就是像这样 犯了死罪 犯了至于死的罪 然后回到教会 然后就很怎么样 没有没有 你要跟大卫一样 点点 发生任何事情 不要讲话 你不够资格讲话 就像大卫一样 每一次的灾难 发生在他的身上 发生在他的家里 他从来没有讲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从来没有讲话 因为他很清楚 神经说过了 要处罚我 说到死之前 一定会不断的被神处罚 全部接受 没有讲任何话 这个 所以我们只有知道说 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犯了两条 十届 犯了两届 为什么还合神心意呢 你都没有看到他 他所承担的那个代价是什么 你有看到说 为什么神 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户上的代价有多大 有时候那个代价 几乎要让他抓狂 你受得了吗 如果是你 你受得了吗 所以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人家 神对这个人如何 那你就要比照办理 如果你要比照办理 也没有关系 就是全部比照办理 不要 对你有利的 你就比照办理 对你不利的 你就不要比照办理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有那种资格啊 谁都一样 在公义的神面前 谁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例 这个就是当时神一直透过先知 告诉这个耶罗婆安 再来我们看39节 38节是告诉他 你为什么有资格 那你要好好的做 我就会与你同在 兼顾你的家 39节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 使大卫后裔受欢烂 但不至于永远 如果我当时是耶罗婆安 我反而会注意这一句话 39节这一句 神今天将政权大部分的交给我 那如果我是透过先知讲的38节 那个内容 我按照这样做 神会跟我同在 兼顾我的家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神也透过先知跟耶罗婆安讲 今天我让大卫的这个政权 暂时萎缩 暂时萎缩 但不至于永远 你要听懂耶 你耶罗婆安要听懂 也就是说38节 跟39节 它是一个对照 38节是说 神说你好好的做 像大卫一样好好的做 我会跟你同在 兼顾你的家 而且这个政权会稳定下来 但是我跟你提醒一下 39节我就跟你提醒 我今天让大卫的子孙 这个政权暂时萎缩 是暂时的 现在是萎缩是暂时的 因为不至于永远 所以你要清楚 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子子孙孙 都要记住这一点 大卫的家 后代受患难 不至于永远 所以你要听懂 你耶罗婆安 别人听不懂就算了 你一定要听懂 那当然圣经没有讲了 没有讲说他到底听懂不懂 那后来他就逃到埃及了 这个是我们在看 耶罗婆安的 他要当王之前 先知是怎么告诉他的 那问题来了 当他当王之后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他的六点 介绍六点 还有第七点还没有讲 我们先看一下 列王记上十二章 第一节 十二章第一节 罗婆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作王 第二节 尼巴的儿子耶罗婆安 先前躲避所罗门王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他瓜胡他听见这事 第三节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 他就和以色列会众 都来见所罗 都来见罗婆安 对他说 第四 你父亲使我的父 使我们父仲二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父的仲二 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 第五节 罗婆安对他们说 你暂且去 第三日再来见我 明就去了 好我们刚才 在十一章二六到二八 讲的六点 耶罗婆安的背景 现在讲第七点 耶罗婆安是受到百姓的肯定 他不但受到所罗门 所罗门王的肯定 受到神的肯定 他还受到大部分的百姓的肯定 所以当要去谈 要去跟国王谈判的时候 百姓都拥护他 请他去代表百姓 去跟罗婆安谈判 这是他受到百姓的肯定 第八 他是谈判高手 他是谈判高手 因为他去跟当时的国王 还没有分类 国王罗婆安 谈判 我为什么讲他是谈判高手 因为在他谈判的内容是简洁有力 简洁有力 不啰嗦 而且重点讲到 希望 你爸 因为你爸爸在世的时候 40年 虽然国家富强 你的爸爸所罗门 把国家带到很富强的一个地步 可是相对我们百姓也相当辛苦 想一想 盛殿 7年 王公13年多 你爸爸 当了40年的国王 将近一半 超过一半的时间 我们百姓几乎都做苦工 太辛苦了 虽然国家富强 可是也因为百姓付出的太多了 我们需要休息 这个就是谈判的内容 诉求 第二个诉求 希望你 使我们做的苦工 付的重恶 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我们就拥护你 我们就支持你 我们就跟随你 意思是这样 所以很简单 很简单的告诉罗婆安 我们要的是什么 拜托一下 拜托 那罗婆安跟他讲说OK 三天之后 那罗婆安当时也是谨慎为之 那这 等到我们再讲南朝的第一个国王罗婆安的时候 再来谈这一段 我们现在直接谈一罗婆安 他是谈判高手 第九个 他是个勇敢的勇士 我们刚才十一章 不是谈到十一章的四十节 他逃到埃及了吗 可是当他在埃及的时候 所罗门死掉 所以人家就跑到埃及去请他回来 请他回来 去跟当时的国王 来接洽 来协调这件事情 做苦工这件事情 我在想 因为圣经没有说 因为罗婆安是 你罗婆安的爸爸 所罗门 掌握政权的时候 是你爸爸想要把他杀掉的那一个人 你爸爸想要杀掉那一个人叫什么 叫做通气犯 然后跑到埃及 现在你爸爸死掉他回来了 那你怎么没有去处理呢 你爸爸想要杀掉的那一个人 他现在回来了 你现在还是国王 你可以处理啊 没有处理 好 这个是从罗婆安的立场来讲 那如果从耶罗婆安的立场来讲 难道他不知道吗 当时他为什么要逃到埃及 因为当时的国王所罗门要杀他 他就逃命嘛 他就逃命嘛 那有时候我们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那叫做政治庇护嘛 逃到埃及嘛 政治庇护 为什么 因为当时耶罗婆安逃掉的那个时候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身份是官员 他是以色列国家的官员 那跑到别的国家去干嘛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政治庇护啊 好 那你今天回来了 我想说他怎么那么大胆就回来了 不管 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是用一般的常态去思考说 耶罗婆安怎么那么大胆回来 还要跑到王宫去耶 跑到王宫耶 什么叫跑到王宫 叫做字头罗王 可是罗婆安没有处理耶 没有说 原来你是通缉犯 原来是 你跑到埃及去 那个政治庇护的那个 没有呢 还是好好的 以客 贵客款待 然后互相协调 这样 所以耶罗婆安不错啊 老行宰宰 勇气可嘉 九点 所以我们对 A罗婆安的认知有九点 他有九点 他的背景 好那他登基后来谈判破裂嘛 谈判破裂之后 各回各家 所以南北朝就从那一刻开始 就分分类了 那一分类之后 就不用想了 很直接他叫做登上国王登基 北朝就开始 就南北朝正式分类 所以他就顺利登基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还没有登基之前 刚才讲的就是 没有登基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登基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对照一下 登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跟登基之前所交代的事情 你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对照 你就发现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为什么耶罗婆安 他们只有父子两个人 拥有这个政权 结果后来就被篡位了 被革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 每一个国王的一个现况 要了解一下 来看 他现在当王的是怎么处理 12章 列王记上12章 25节 耶罗婆安 在以法连山地建筑事件 就住在其中 又从事件出去 建筑皮弩依勒 26 耶罗婆安心里说 恐怕 这国能归大卫家 27 这名落上 耶路撒冷去 在耶和华的殿 的殿里献祭 他们的心 必归向他们的主 犹大王 罗婆安 就把我杀了 能归犹大王 罗婆安 这个就是 耶罗婆安 当初 亚西亚跟 告诉他 他还没有逃到埃及之前 亚西亚跟他讲 神要将 所罗门手上的政权 六文之五交在你手上 也就是十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里面有十个支派交给你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太多 耶罗婆安没有想太多 等到他正式登基 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耶罗婆安不例外 他换了脑袋 因为当时还没有登基 只有一面 一面 听 当时的亚西亚 现在跟他讲的一面之词 就这样而已 后来还逃到埃及 所以当时他没有想太多 等到他现在正式登基 他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圣殿 敬拜 宗教信仰中心 耶路撒冷 圣殿 圣殿是在便良民支派 那便良民支派跟犹大支派 这个就是南国 南朝的一个势力换围 就是国土 北朝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圣殿 那因为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拜神 一定要到圣殿 刚才有讲的 神立名的地方 所以我们当初 不管你看 沙默河记上 还是看烈王 都一样 都有提到 所罗门 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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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要谈到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个殿 是有神立名的地方 所以以后不管谁来到殿里 向你求什么 拜托神 你要垂听 成全 这是神立名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真耶稣教会 虽然不喜欢谈 砍棒 叫招牌 砍棒 招牌就是 外面砍棒 写真耶稣教会 那是砍棒 招牌 可是我们的招牌的名字 是神立名的地方 神立名的地方 耶稣 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强调 我们教是有神立名的地方 神的名字叫耶稣 所以我们的教会有耶稣的 我们教会上面是耶稣 所以是耶稣的教会 是真神耶稣的教会 这个是我们 所以我们不管历史怎么告诉我们 无意中写成这样也没有关系 无意中写成真耶稣教也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说我们刚开始要写耶稣真教会吗 后来写的人就变成真耶稣教会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 如果用人的立场就 将错就错 有错吗 也没有错 这样才对 反而是对 这就神立名的地方 那问题他来了 他耶稣一登记说完了 那以后我北朝这么多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在我在北朝 那现在他们要去拜神 一定要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在南朝 那一年三次去守节 那不是晚了吗 就像他刚才说的 这敏的心 必归向南朝 那以后我耶稣 在北朝当往也没有用 势必会被反动 会被刺杀 那我不是晚了吗 不但没有国王可以当 连我的性命都有危险 所以他后来 我们继续看那个 第28节 后来他就铸造了两支金牛犊 我们第一次听到金牛犊 是从哪里开始 亚伦那边 他们出埃及 摩西上山的时候 没有人带领 所以他们就促成亚伦铸造了金牛犊 他们就拜金牛犊 所以铸造了两支金牛犊 放在北朝的南北边 然后告诉百姓 28节中间 对众民说 以色列人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 实在是难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纯粹真的拜偶像 因为耶路撒冷在登基之后 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圣殿 所以他自己就处理了敬拜的中心 敬拜神的宗教中心 那当然不可以 你如果一般的国家 后续OK 可是今天你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它是有律法规定的 律法规定 宗教中心一定要是神利明的地方 那就是当时的圣殿 可是圣殿在南朝 那问题 如果我今天是耶路撒冷 我今天如果是耶路撒冷 我有两个做法 我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 我马上请耶和法的先知 来求问神 说神啊 你既然 因为我今天可以当北朝的国王 是神你让我啊 你高我为王啊 你厌重我啊 可是我登基之后才发生一件 发生一件 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有处理啊 就是没有宗教中心 宗教中心是在耶路撒冷 那现在怎么办 你要请先知求问神 这第一个方式 如果我是耶路撒冷 第二个方式 我再回去找亚西亚 为什么 因为后来耶路撒冷的儿子生病 他都知道 请他的太太 去亚西亚先知的家求问 说我儿子的病会不会好 你都知道 你们家的事你都知道 这个小小的事情 你都知道说 要请耶和法的先知求问神 而且你所认识的耶和法的先知 大概就是亚西亚 你儿子生病 你都知道 要派你的太太去求问 那你现在 比你 你现在的宗教中心没有 你的首都没有宗教中心 那你为什么不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呢 他只有在那边说 我恐怕 26节 耶路撒冷心里说 恐怕这狗能归大威家 他说完蛋了完蛋了 现在怎么办 他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他自己想一个办法 就是铸造两支金牛肚 就这样 他的处理方式是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当时亚西亚跟他讲的 他没有完全听进去 或是说有听没有懂 我们刚才一直在12章那一段 12章 11章 我们刚才一直在11章的29节 到40节这一段 不断的review 一直讲这一段 就是要告诉我们 耶路撒冷当时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什么 结果他登机之后发生一些困难 他又用什么方式处理 他为什么没有想到几年前 几天前 亚西亚跟他讲那段话 你应该回到神面前 因为现在遇到困难 因为困难 你就求问神就好了 谁求问神 就是先知 你那里一定有耶和华的先知 你就请先知来求问神 神一定会有相当明确的指示 一定会明确指示 可是他因为他没有处理 没有没有往这一条路上去做 没有求问神 就自己自作主张 铸造两只金鸟堵 然后向会众宣布 会众宣布 这很可怕 一钩之军 把百姓带到现在罪里的那 所以后来我们看北朝的每一个国王都是这样 使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这个罪 就是拜金鸟堵这个罪 好 再来 因为我方不但是制造金鸟堵 引导百姓拜金鸟堵 第二个 不是只有拜金鸟堵 第二个 我们看第31节 12章31节 耶罗坡在秋坛那边建殿 秋坛建殿 之前的圣殿在哪里 在耶路撒冷 有神立明的地方 他老兄把 在秋坛建殿 就是拜神的地方 除了金牛堵以外 还有拜神的地方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 我们知道 连立位人都没有资格当祭司 祭司只有立位人的 雅伦的子孙 而且还不能戴眼镜 就是要身体健康才可以当祭司 可是他老兄一去的时候 他发现 不用不用不用那么啰嗦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耶罗坡很清楚 你这个地方你的北朝没有圣殿 请问没有圣殿 立位人干嘛 祭司干嘛 甚至先知是干嘛的 就无用武之地 这些人在你这个地方没有用武之地 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他们要上班 到圣殿上班他们上班制的 不是纺织厂铁工厂的才上班制的 不是鸿海集团才上班制的 他们也是上班制 所以他们要上班 可是他们这边没有圣殿 请问那个立位人来这里干嘛 祭司来这里干嘛 没有试作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 后来都 这些人都跑到南朝去 因为没有试作 所以他很清楚 耶罗坡他自己很清楚 所以他才不属于立位人的一般百姓 立为先知 立为祭司 那当时他们立为祭司的时候 花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了 花一点点的钱 我们看当时耶罗坡安 立凡敏为祭司是怎么立的 我们看立代至下13章 第九节 立代至上 至下对不起 立代至下13章第九节 你们不是驱逐耶和法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外邦人的习俗 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 七只公棉娘 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用钱去买 你要当祭司是不是 你要当祭司是不是 好 钱拿来 一只公牛犊 七只公棉娘 七加一八只 一只牛七只羊 你就可以当祭司 就是用钱换了 看回来 列王祭上 十二章 再来 三十二节 十二章三十二节 叶罗班定八月十五为节起 不要忘记 以色列总共有七节起 不管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立位记二十三章 就刚好二十三章 都讲七节起 他老兄把七合一 七个节起他把七合一 不用啰哩啰嗦的 节起就一个就好了 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不是吗 他老兄把他弄成七合一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也是他最笨的地方 再来更可恶了 第三十二节下半段 自己上坛献祭 我们要清楚 以色列人他们祭司先知 君王三合一 君王治理国家 祭司带领百姓 就是敬拜神 像献祭这个是祭司 那先知呢 就是代言人 神的代言人 传警告那种人 先知 好是求问神 所以他们三种人都受高责 这受高责 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种人 都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比如说我是国王 我就要把国家治理得好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这三种人通常是受高责 但是只有国王有生杀大权 因为他有政权 他拥有政权 所以他有生杀大权 这是他们三种人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结果呢 耶罗普安 他最后是要上坛献祭 再来我们看 三十三节 十二章三十三节 他在八二十五日就私自 所定的月日 为以色列人立作 结起的日子 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不管是上坛献祭 上坛烧香 通通是祭司的工作 你不够资格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南朝的第十个王烏西亚 他跑到圣殿要烧香 结果就额头长大马虎 他就出来了 没你的事 而且这个是严重违背 严重违背神的规范 严重 而且你是一国之君 你又这样 那么大胆的公开的 违背神的旨意 所以神马上让你难堪 马上让你难堪 这就是烏西亚 因为烏西亚长大马虎 我们比较清楚 可是我们发现说 耶罗坡湾也是来这一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的王 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耶罗坡湾 他已经骄傲了 这个人他已经很骄傲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再来我们来看 第十三章 列王祭上十三章 当他要上坛烧香 神派神人 神派神人来 来阻止他 来阻止他 那你想想看 一个骄傲的国王 你要当面阻止他 容易吗 不但不容易 而且你 你只要是阻挡他 你的生命就在淡系 也就是神人要冒生命的危险 阻止耶罗坡湾上坛烧香 等一下我们看的就是这样 其实当时的乌西亚也是一样 他跑到圣殿要烧香 八十一个大祭司 带领八十个祭司 总共八十一个阻挡他 阻挡他 还不敢用手阻挡 用嘴巴阻挡 叫他赶快出去 烧香的事是我们当祭司的事 拜托你出去 他不出去啊 他要下达命令 要把这些人 把这些祭司统统抓起来 结果他手一伸出来 就长大麻疯了 乌西亚的故事是这样 一样啊 今天耶罗坡湾是一样 只是我比较纳闷 今天耶罗坡湾他要上坛 那个坛是什么坛 当然是秋坛啊 什么坛啊 还是土坛吗 我真的有一点不大清楚 就是说今天耶罗坡湾他上的那个坛 不是要敬拜神 献祭给神的那个坛 那个祭坛 不是圣殿里面的那个祭坛 不是 是一般的秋坛 奇怪他上一般的秋坛 连神也干涉 所以神为什么要干涉 神是要干涉 神是要阻止耶罗坡湾说 你不要那么骄傲 你现在已经骄傲到不可一世 已经乱掉了 虽然你要上的那个坛是秋坛 根本就是拜偶像的地方 应该神不用理他 可是神还是很在乎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神还是希望透过神人 来警告耶罗坡湾 希望耶罗坡湾能够回心转意 神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啊 结果没有用 一个人已经迷失自己 一个人已经不警醒的时候 谁来都一样 包括神来都一样 犹大不也是这样吗 犹大要出卖耶稣 难道耶稣没有提醒他吗 那也是照做啊 所以主耶稣才说 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一定很清楚 每次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警醒 你说你闭上眼睛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你要祷告什么 你自己要很清楚 你现在已经跟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你已经是面对你所面对的是神 你所面对的是耶稣 你在跟他讲什么 你在感谢他吗 还是求问他呢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头脑空空的呢 我不知道 到底我们多少人在祷告真的是用心祷告呢 所谓的用心祷告就是警醒祷告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肉在哪里 我们的幼稚在哪里 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教会的需求在哪里 家里的人需求在哪里 那就是警醒祷告 难道只有为我们的事祷告吗 所以今天耶稣圣明祷 他已经出了很大的错 但是神还是不断的要引导他 因为当初他能够当王是神厌重他的 所以神也不希望说他一开始错了 然后就永远错了 没有希望在这个时候 让他有一个停损点 所以派了神人过来 要来阻止这件事情 要来警告他 当然我先讲结果没有用 那为什么没有用 我们今天在看耶罗坡湾的人 都要很清楚 为什么耶罗坡湾没有被叫醒 那我们来看神 神怎么透过神人来叫醒他 没有叫醒 十三章第一节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瓦的命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都是从南朝来的 耶罗坡湾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第二节 神人奉耶和瓦的命向谈 呼叫说谈啊谈啊 耶和瓦如此说 大魏加里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做约西亚 约西亚是谁 南朝的第十六个王 如果你身上有讲义的话 你身上有讲义的话 你看看南朝的第十六个王 南朝的年代是祖前六百四十年到祖前六百零九年 然后耶罗坡湾是几年 主前九百三十一年到九百十年 所以中间差多少年 差约三百年 也就是说神人今天来讲的预言 讲的预言是三百年之后会发生的 三百年 那神为什么派神人来讲 这个三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 讲预言 神是希望在耶罗坡湾面前 让他知道神所派来的神人是有权柄的 权柄就是神给他的 所以他现在讲的预言是一定会实现的 请问如果你是耶罗坡湾 在那个骄傲的情况之下耶罗坡湾 你听神人讲这种三百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你会信吗 三百年是我们今天才知道三百年 我想他也不知道是三百年的事 可是神人来就讲三百年之后的事 他说三百年之后 南朝有一个网叫做耶西 他必将邱坡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那当然神人知道说 我这样讲三百年后的预言 不要说耶罗坡湾不相信 我在想说 神人自己讲这种预言他相信吗 我不管他相不相信 因为他看不到 你三百年之后他看不到 好那为了要让耶罗坡湾很清楚的说 今天神所派来这个神人 是讲的是有权柄的 不是空空佩戴剑的 他讲的是有用的 为了让你知道他是有权柄的神人 所以接着下来就马上要发生的 第三节 十三章第三节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清灑 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第四节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也清灑了 正如神人所奉耶和华的命 所设的预兆 马上实现 所以为了要像现在所说的这个意象 然后证明三百年之后的意象 好那当然这些人都死掉了 三百年之后这些人都死掉 那我们总是要来查个究竟 这个神人所讲的三百年之后的事 有没有发生 有啊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看十五节 二十三章十五节 他将伯特利的坛 就是叫以色列人 现在这里的泥巴的儿子耶和华所组的那个坛 都拆回焚烧打碎成灰 并焚烧了亚瑟拉十六节 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 就达花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 烧在坛上烏灰的坛 正如从前神人宣传 耶和华的话 十七 以前以色列主王在撒玛利亚的成义 建筑秋坦的殿 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现在耶西亚都废弃了 好这一段是在讲说 南朝的第十六个王 空前劫后 空前劫后 把南朝所有关乎偶像的人事物 全部 处理掉 一干二净 南朝没有一个国王那么厉害的 虽然他们有除偶像 他们有除秋坦 可是除不干净 就只有 就只有耶西亚完全清楚 所以才会讲到之前 我们现在看回来 列王纪上十三章 才会讲到这一段 讲到这一段 就是当时列王纪上十三章 这个神人所预言的 耶西亚 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耶西亚 刚才我们看了 第十六个王 才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耶西亚为了要全部清除 所有拜偶像的 人事物 所以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耶罗番 当初所设立的那个秋坦 在那边 埋葬了神人也好 埋葬了谁 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也顺便看 当时神人来说的那个预言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说三百年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们今天 读圣经的人就很清楚了 好 那因为 看回来 列王纪上十三章 因为耶罗番 在当下已经知道 最主要是什么 他最主要不是看说什么 什么十三章的第五节 痰也破裂了 痰的灰也情傻了 不是 是耶罗番不在乎那个 耶罗番是在乎 我这只手枯干了 不能挽回 坏掉了 他在乎的是这个 不是在乎说神人今天讲的那个 有权柄的话 发生了什么 他刚才讲的现在发生了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 他在乎的是我的手怎么办 所以他马上第六节 十三章第六节 王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阿 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祈祷耶和阿 王的手就复原了 能如寻常一样 为什么神要答应神人的祷告 因为神要让神人 在耶罗番跟众人的面前 显出他有神的权柄 神人有神的权柄 所以他向神祷告 神就医治了耶罗番的手 恢复健康 其实也是要让耶罗番知道 今天神就是派这个神人来 来警告你 来提醒你 你要回转 所以他来到这里 刚好讲了三个东西 神人 第一个 三百年之后的事情 第二个 现在这里的坛 必破裂 灰必情杀 第三个 他向神祷告 你的手恢复健康 请问 如果你今天是耶罗番 然后在现场看到这三个 三样现象 你会有什么反应 可是我们发现 耶罗番完全没有反应 没有说因为 因为神人讲了两个 一个是三百年后的议员 一个是现在的议员 预兆 还有他的手 好了 他完全没有说 那我要悔改 没有 十三章第七节 王对神人说 我请你捅我回去吃饭 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识 他还活在哪里 耶罗番还活在 他是国王的 他还活在 我是国王 我是有权力的人 我是有power的人 说谢谢你 谢谢神人 你帮我祷告 我的手好了 来 我们一起回到王宫里面 我请客 我请客 虽然不是满汉大餐 不然至少有泡面的满汉大餐 吃一吃 加添心力再回 我也会赏识给你 我会赏识 我要拿一些东西送你 神人说 不可以 不用再讲 就是 其实神的目的就是 派神人来警告 提醒耶罗伯安 可是耶罗伯安没有被提醒 就这样 好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 我们在我们的现况里面 常常会看到 那个需要被引导的 需要被提醒的人 他如果执迷不悟的那一种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怎么提醒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看耶罗伯安说 奇怪耶 如果是我呢 如果我是耶罗伯安 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们发现说 怎么那么 怎么那么可惜 为什么他没有被叫醒呢 因为神人希望透过神人来叫醒他 但是没有叫醒 不但这样 他一不做二不休 所以说 耶罗伯安最后 其实他最后 我们明天再讲第十四章这一段 他儿子的这一段 我们现在讲 他在当政的时候 他跟南朝打仗 南朝的第二个国王 雅比亚 我们来看 历代至下十三章 历代至下十三章 我们看第十三节 代下十三章十三节 耶罗伯安 雅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入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铺倒死亡的精兵有十万 看到这里 十八节 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得胜是因 是因 以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我们先讲一下 耶罗伯安座王 曾经跟南朝的第二个国王 雅比亚 或是雅比亚打仗 当时的南朝的军队四十万 北朝耶罗伯安的军队八十万 叫做二比一 如果以数量来讲 如果以数量来讲 绝对是几乎 胜算就是耶罗伯安胜算比较大 我们不敢讲绝对 但胜算 两个打一个 八十万跟四十万 南朝只有四十万 北朝有八十万 照理来讲 应该北朝会胜 而且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 带下的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 因为当时的雅比亚 他根本就 根本就在占前线 心里喊话 没有在处理什么事情 结果耶罗伯安他在处理 部署他在部署 把南朝的军队团团团围住 本来就是一声令下 就要八十万大军 就要把这四十万这个军队全部见面 结果没有 反而是八十万的大军被四十万的军队 杀掉五十万 四十万杀掉五十万 所以北朝剩下多少军队三十万 本来八十比四十 现在四十比三十 从那一次开始 从那一次 耶罗伯安就一绝不振 后来就将死掉 就将正前交给他儿子 叫做哪达 好 所以我们明天就再来看 回来看第十四章 《列王记》上十四章 当时他儿子病得快要死掉 他是怎么面对他儿子的病痛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